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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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亲切的主语 主义自我介绍 台湾布农族民主自治及民主议会促进会 8号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 当中成员涵盖语言文化推手 学者 部落协会成员及媒体工作者等 发起人于光妹表示 透过非引力目的的公益性社会团体 建立与国内其他族群 兼顾友谊及共同事务策略联盟 争取应有权益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社团的一个机制 来代表这个议会的这个模式 透过这个窗口来表达 我们布农的基层的声音 或者是谈判或是商量或者是争取 我相信是一个非常让大家值得期待 以及非常期许他会为我们整个 布农族未来的公共事务会做得更多 包含守护传统领域 恢复部落固有自然资源主权 举办民族自治议会成立 文化议会论坛建制全国布农族 各市族家谱资料库 与地结姐妹族等工作计划 这都是促进会未来推动任务 面对外界质疑与布农族民族议会闹双包 议长顾目谁回应其实不会 反而透过多管旗下方式 推动族群事务 这个民族事务的主管机关是严明会 那这个促进会的主管机关是内政部 我们的目标一样 目的一样 任务也差不多一样 将来这个促进会成立以后 可以补我们的部主 相辅相省 每一个人都非常委身在这个组织里面 然后用促进会的名义 然后去把大家揪在一起来讨论 这其实是难有的机会 但也更期望说就是这样子的讨论空间 可以纳入更多就是布农的年轻人的声音这样 促进会的成立令会员们乐观其成 布农族各界也在观望 这次大会成立较少七年的参与 因此期待促进会未来能串联更多青年的加入 增添促进会多元思维与声音 原始新闻胡顺把杜 台北市采访报导